中秋节即将来到,除了月圆人团圆之外,烤肉也是应景的活动之一。 华联市长魏佳贤呼吁大家做好垃圾分类,烤肉使用的竹签或贝壳虾壳不要丢到厨余桶, 尤其是竹签以及牙签等烤肉用具,务必要折断后另外用袋子包装, 以免清运时造成清洁对人员受伤。 中秋节过后,垃圾清运经常造成清洁人员的困扰。 华联市清洁队在中秋节过后垃圾清运,除以一桶出现垃圾的比例居高, 而资源回收物与垃圾混杂在一起的情形更是严重, 并且将在中秋节过后重点破代稽查。 那第一个要做好自身的防疫, 再来就是在烤肉的过程里面,难免会产生出一些竹筷子, 然后竹签,那还有很多的一个尖锐的东西, 那变成垃圾之后,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分类。 那因为清洁队的同仁在收受垃圾的时候的同时, 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竹签的部分会插到自己的手, 或是伤到清洁队队员。 那我们恳请所有的乡亲朋友们有烤肉聚会的部分, 一定要把垃圾落实分类, 那以免造成队员的一个受伤。 再来就是在公园,那公有的一个地方是比较严禁烤肉的部分, 也请大家要遵守相关的规定, 以免被受罚。 那再次的提醒大家, 那也祝福我们所有乡亲朋友在中秋佳节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 卫市长指出,尽管垃圾分类执行数十年, 而且花莲市公所也不断的宣导, 但是仍有垃圾在破袋时发现, 里头有可回收的物品, 尤其是在中秋节过后更是严重, 因此呼吁大家欢乐烤肉之际, 也要以行动落实垃圾分类。 记者林杰,花莲市采访报道。